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两岸领导人的会面马锡慧两岸双方都有意愿 只是地点究竟要选在哪里呢 黄芳一直表示期待APAC但是大陆方面传出有一群孤翁会谈的模式 在第三地举办 大陆海协会会长成德明媛的UDMTV的镜头 他手足透露对马锡慧有很高的期盼跟可行性 这也等于是证实了大陆的态度 两岸领导人如果在第三地会面 我想我们这儿是有很大的期盼和可行的 有关洽谈这个两岸协议行政院长江一华 今天提醒相关机关在签署前后呢 要加强沟通说明争取支持 那么另外在陆委会主委王玉琴方面 哈克表示陆委会方面仍然是倾向马锡慧 可以在APAC上来举行 未来相关提议跟方案也将持续地朝APAC的方向 努力来规划 国防部长延明上午在立法院证实 因应募兵裁员的需求 财政部正在规划开征募兵捐 来挹注国防部相关的基金 但是要如何开征呢 国防部主计局长陈奇说 目前财政部规划的方向是倾向附加捐的方式 但是目前还没有定论 这项税制将会跟国家财政改革方案来相结合的 好 另外要来看到是政策大方 但是我们看到豪宅一样火烫烫 最新的市场调查显示包括了双北市台中市高雄市 总近有12个新屋建案是再创区域的新高价 以台北市大同区为例 开出了每瓶100到110万元 破百万元一瓶的房价 是大同跟万华区房价的新高记录 而豪宅的大本营信义计划区 开价更是高达了每瓶320到350万元 在新北市方面 则有林口永和跟新庄英哥四个行政区的建案 再创区域的新天假 美国服饰品牌GAP这个礼拜六十点 就要在台湾正式开卖了 今天更是抢先市营运 提供了八者优惠 那么特别的是GAP也特别推出 印有台湾字样跟101大楼全景的T恤 希望能够吸引台湾的消费者 艺人肖继藤又收到恐吓信了 这次歹徒寄了两封 一封给他所属的经纪公司喜鹊娱乐 一封寄给他的经纪人林友惠 那么晚一些时间 相关人士也会到市刑大来报案 好 另外呢 这是国内因为通工就诊 单约有70万人 但是我们看到常用的酱尿酸药 这一瓢零醇 引起了不少过敏反应的案件非常严重 相关新闻待会当初 除正年成组 请不吝点赞 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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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吝点赞